2019年國際中華小姐競選的19位候選佳麗 這日就第一次與傳媒見面 上屆的國際中華小姐冠軍余思婷 就為被抽中的16號佳麗朱燕雙士大後官 另外在這日的Catwalk環節 有不少佳麗的高跟鞋都出現鬆脫的情況 當時的心情應該都很緊張 當時會嚇了一跳 但是還是臨場反應要過快 把情緒和表情管理好 然後就繼續把台步走完 而今年代表香港參選的陳曉華 見到其他佳麗的表現都覺得很有壓力 我有 因為其實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 有聽到他們準備了很多豐富的才華 還有準備了很多服飾給大家看 所以我都要加把勁才行 我覺得自己很聰明 因為我人生沒試過 可以超過一個禮拜減 夜晚斷澱粉質 現在我都算是成功的 希望維持到3月2號 其他佳麗有沒有信心可以成為冠軍呢 信心是肯定有的 可是希望當天的時候不要緊張 這次過來是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然後希望自己可以獲獎 但是沒有獲獎的話 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經歷 所以不會有留任何的遺憾 我個人是不太緊張的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很讓我很激動的事情 很興奮 然後來到這裡也特別開心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好緊張的 激動和興奮更多一些 激動和興奮更多一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